这绝对是一部 你一旦看到他的第一个悬念后 你就会再也忍不住的想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啥的 高质量犯罪类电影 一个来自八年前的漂流瓶 里面藏着一封沾满血迹的求救信 从字迹上来看是小孩写的 但落款的名字 却只能看到一个开头字母 屁 警方也调阅了八年前的所有资料 发现当时一共只有两起儿童失踪案 但首字母却都不是屁 奇怪 八年时间过去了 家长怎么可能不报案呢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走进今天的悬案密码系列的 第三部信仰的阴谋 故事开始由一个退伍老兵在海边 无意间捡到了这个漂流瓶 漂流瓶也就交给了丹麦警局 专门负责悬案的Q部门手中 Q部门呢只有三个人 男主卡尔 迈克 还有女秘书 他们在这封退了射的信上发现 三句完整的话 他把我们锁起来了 耶和华将拯救我们 这里还有其他小孩 可明显求救的孩子被绑架了 并且受害人不止一个 而那句耶和华将拯救我们 说明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 于是得到了这些线索的卡尔和迈克 便直接来到了当地唯一的一所学校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果然老师在迈克的提醒下 依稀的记得八年前 有一对小兄弟没来上课 他的父母说送小孩去澳洲了 参加了一个宗教旅游 但奇怪的是 兄弟俩就再没回来过 说是转学了 而这一家人正好是基督徒 弟弟叫旅客被送 哥哥则叫波尔波尔 好家伙波尔这不就是屁打头的名字吗 而更离奇的是 根据这名字一查 发现兄弟俩的父母早已经双双自杀了 看来这里一定有隐情 于是两人便很快的就找到了 已经长大的弟弟 旅客被送 虽然他不愿意再提及那段恐怖的经历 但为了配合找出真凶 他还是回想起了那场噩梦 原来那封信的确是他哥哥写的 当时他俩同时被绑架 灌在了一个有水的房子里 绑匪要了大量赎金 父母也按照要求把钱给他送过去了 也没有报警 但绑匪却依然当着他的面 用剪刀戳死了他哥哥 然后又把他给放了 父母接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 也就自杀了 看到这你们肯定想问 为什么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当年他很小 根本就想不起劫匪的长相 也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里 但他却永远记住了 那周围有很多机器转动的声音 有水 有机器声 那这个声音八成就是海边的某个工厂 而另一边 在乡间的公路上 一对兄妹被人拽上了车 这一幕正好被路人看到 报了警 而在几天后 Q部门也得知了 这通报警电话 又是同一个小镇 发生的绑架案 可这都几天了 却依旧没有家长来报案 跟前面的求救信一案 几乎一模一样 难不成是同一个凶手吗 于是卡尔和迈克 就在当地警察的陪动下 去了案发地点的附近 调查周围的居民 前几家都很正常 可等到调查到这一户的时候 却引起了卡尔的注意 不过本上写着 这家有俩孩子 姐姐和弟弟 可当两人想进屋看看时 却遭到了拒绝 报告说 这俩孩子送去了瑞典亲戚家了 没在家 你看啥呀 但他紧张的神情 和略显爽拐的腿 显然隐瞒了什么事 不过毕竟是法治社会 警察也不能强闯民宅呀 只好先行离开 可随后 女秘书发现了蹊跷 俩孩子根本没去瑞典 而且这家人 最近动作很大 于是两人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说你把养老金存款啥的都取出来了 是不是在准备赎金呢 你可别上当 根据警方得到的线索 也就是旅客被送的供诉 那个邦匪是个变态 给了钱也会杀孩子 大卫一听懵了 只好坦言 就是因为怕吃票 才不敢报的警 而且他们家认识邦匪 一头金发 笑容温暖随和 当初以为他是外地来的传教士 双方也就走得很近了 几天前 他还来家里一起吃了晚饭 可谁曾想 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档子事 不过就在随后 女秘书发现在这之前 还有好多起类似的绑架案 他们大多数人 都是先报了警 随后又撤销了 而其中的一家人 现在在泰国生活 但小女儿 似乎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从这些起案件的共性来看 凶手专门挑 基督徒家庭下手 而且受害者家里 都有两个孩子 等得到了赎金 凶手就会杀一个 放一个 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那这肯定就是同一个凶手 很快 到了交出金的日子 警方在孩子爸身上 绑好了监听器 交易地点是在一列火车上 警方这次势在必得 安排了大量的便衣警察 全程跟踪 只要凶手一出现 立马踹死 而为了不出岔子 警方甚至还动用了直升机 保驾护航 总而言之 只要是上了车 他绝对就逃不掉 可万万没想到 意外发生了 就在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凶手打来电话 要孩子爸打开车门 将钱扔下火车 不然就杀人灭口 此时心机如焚的孩子爸 当然是扔下赎金 保命啊 可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毕竟这是离孩子最近的机会 而凶手这一突然的举动 彻底打乱了警方的计划 直升机也被树林遮挡住了视线 根本看不到发生了什么 而此时也只有卡尔和迈克的车 穷嘴不舍 两人立马开向树林 而摔得满身死伤的孩子爸 果然在附近看到了凶手的车 可正当他想找找孩子 是不是在车上死 却突然被凶手背后袭击 一剪刀插进了他的身体 残忍的割断了他的内脏 不过幸好卡尔和迈克两人及时赶到 一枪打伤了凶手 但孩子被他驾车逃脱了 不过地上掉落的一张照片 似乎是凶手随身携带之物 上面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女人肯定跟凶手有莫大的关联 孩子爸重伤 凶手又逃了 两个孩子现在也很可能命悬一线 正当卡尔懊悔自己无能死 一通陌生的电话打过来 正是凶手 原来卡尔的那一枪彻底激怒了他 凶手放狠话 要杀了两孩子 报复卡尔 言语之间透露着 全是你卡尔的错 还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和他再次见面 此时还未离开医院的卡尔 突然想到 刚才凶手打电话的时候 好像特意强调了还会见面 难不成这货也在医院 卡尔慌忙返回病房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凶手果然假扮医生 欠了进来 八成之前传教士的身份 也是假扮的 为的就是接近这些家庭 凶手先是一针撂倒了孩子的妈妈 然后又拔掉了爸爸的管子 然而就在医护人员 冲进来救人的时候 这货竟然还藏在一边 调戏了卡尔一把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卡尔恨得咬牙切齿 立马和同事追了出去 可追到车库 这里面又大 车又多 光线还暗 又追丢了 于是两人只好分头寻找 可不料 卡尔再次看到同事时 同事已经奄奄一息 而凶手则神出鬼没的 又出现在了卡尔的身后 等冲冲赶来的迈克 却已经找不到了卡尔的踪影 只剩下被剪刀插死了的同事 好家伙 这凶手如此狡猾 让我一度怀疑 他用偷袭这一招 就能把丹麦警局团灭了 你信不 原来凶手来医院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活抓卡尔 其他的事都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 随后迈克查看了车库的监控录像 发现绑走卡尔的是一辆白色敞篷跑车 根据车牌的信息 很快就找到了车子的主人 可这女的却已经死在了家中 很明显这就是凶手在小镇的藏身之处 在这里迈克不仅发现了行凶的车子 还在后头里看到了很多肖像画 这不就是照片里那个失明的女人吗 落款赫然写着肉身 原来肉身是凶手的姐姐 但说无失明的他 却对弟弟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还一直以为是弟弟开了一家制药厂 所以才有钱给他买的大房子 但实际上 这些钱就是勒索来的赎金 迈克开门见山 说现在有杀人被你弟弟关着 如果不马上找到他 他们很可能会死 而姐姐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说弟弟在北海有个船屋 但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而就在此时 警局里的同事们也终于重现了 旅客背中当年听到的那个声音 那不是工厂机器转动的声音 而是风力发电机转动时发出的噪音 躲了北海小屋风力发电机 根据这几条线索 迈克立马动身寻找卡尔 而另边的卡尔也终于苏醒了过来 凶手呢就在身边得意的看着他 两人也把话说开了 原来凶手的姐姐肉身 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时候的他们家 也全都信仰基督教 但他母亲因为丈夫的抛弃 情绪非常不稳定 经常是刚刚祈祷完 就转身虐待他们姐弟俩 无论他们怎么向上帝祷告 情况依然是越来越糟 直到有一次 姐姐帮自己出头反抗了母亲 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腐蚀性液体 泼在了姐姐的脸上 姐姐不仅毁了容 还失去了光明 从那以后 他就抛弃了信仰 当他决定拿起剪子的那一刻开始 仿佛是魔鬼给了他力量 杀死母亲之后 他更加确定了 魔鬼拯救了他和姐姐 从此 他甘愿成为魔鬼的儿子 摧毁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家庭 至于怎么摧毁呢 那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绑架 杀死他们的家庭成员 让这些祷告的人伤心欲绝 直到他们开始绝望 质疑上帝 最终丢掉所有的信仰 这就是他为什么 一直假扮传教士 接近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后再痛下杀手 而此时 他最想做的就是 毁灭多管闲事的卡尔的信仰 可虽然卡尔是无神论者 但在凶手而言 卡尔对揭露真相 有着疯狂的执着 而这种执着就是他的信仰 说着便把绑架的小男孩 扔进了冰冷的水中 他又要让卡尔眼睁睁的看着 想救的人却没法救 接着又把剪刀 放到了小女孩的手上 只要他抬抬手 就能替弟弟报仇了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但小女孩依然坚持了信仰 因为基督教的教义说的很明确 不可以夺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这是无法进入天堂的 所以凶手的目的很明确 他就是要小女孩违反规则 丢弃自己的信仰 这样一来 也就算是又打败了一次上帝 这货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啊 太变态了 不过就在这时 一阵直升机的声音突然传来 显然是迈克找到了这里 凶手也意识到了自己 已经暴露了行踪 不管不顾的拔腿就跑 卡尔则趁机 让小女孩解开自己身上的铁链 赶紧跳入水中 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小男孩 好在男孩还有最后一口气 急救之后终于醒了过来 而赶来的迈克 在看到卡尔三人没事后 赶忙追了出去 可茫茫大喊 完全看不到凶手的踪迹 然而正当迈克四处寻找时 这货又是那招偷袭 从水里突然出现 一剪刀刺伤了迈克 还好迈克反应迅速 立马施展了被动技能 我也隐身 然后再趁其不备 从海水里一把将他拖倒 跟凶手展开了一场拼杀 最终凶手似乎是体力上 败了下风 成了水下王魂 让他与他坚信的恶魔爸爸 一起被沉入大海 就此悬案密码系列的第三部 信仰的阴谋全部结束 最后卡尔参加了 布尔布尔的那场 十来的葬礼 就是写下漂流瓶的那个男孩 而另一边的教堂里 被绑架的两孩子 也回到了母亲身边 虽然他们的父亲还在医院 但显然苦难并没有击垮他们 信仰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神奇 你说呢 如果你喜欢将将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会在三日之内 更新 《悬案密码》系列的下一步 敬请期待